這裏就是啟德的車站廣場 你見到其實完成得七七八八 這裏就只有屋苑 那裏就是居屋和公屋 這裏就是一個綠化地帶 去到球場那裏就是世界級的地標 所以那裏是特別貴的 九巴桑那裏也會有些公屋和居屋 這裏就是AIRSI 5層高的商場 而AIRSI的前面就是D出口 這裏是多方便 由D出口走過去 Monocco那裏大概是7分鐘 整段路的環境都相當舒服 以傳承說今天西九名的啟德 主意就是啟德的發展將會和西九有得比 它雖然少了高鐵 但是有一個名後望的優勢 而且整個啟德的綠化環境 比西九還要優勢 而我們今天看這間二手 買得比一手還要便宜 實用551呎 兩房半的間隔 方便一家三口連同工人姐姐 我們進去看看 入門有個圓關 可以做一個紮身的行怪 望前就有一個LD機的設計 整個場廳比較方正 露台就用托門 出去有個小的露台 望出去就河景 山景 景觀也挺豐富 廚房 就是L型的配置 白色的桌面 看上去就很漂亮 桌面也夠用的 收納量也夠多 轉過去 廳的旁邊就有一間房間有窗 可以給工人姐姐用 或者當是客房也可以 浴室 也很豐富 轉進來就轉入房 那邊預留了衣櫃位 望出去一個大窗 景觀就和客廳一樣 景觀也挺好的 何景 預留衣櫃 凹位也夠深 最後就看一間睡房 都是落地玻璃窗 下一間就啟得一號 都是兩房半的簡價 561呎 大概七年努力 入門沒有完關 整間房子很方正 轉進來就有一個廚房 曲斜形的櫃櫃 也夠多桌面 窗外面就是街景 然後有一間屍櫃房 這個房子作為什麼用啊 怎麼會這樣不能理工人睡覺 再轉進來就是睡房 這邊就有浴室 好企理 用浸浴的 主人房就大一點 一線落地玻璃窗 望出去就看對面的屋苑 還有街景 門口位預留了衣櫃位 鏡是長型的 鎮頭就有一個露台 用堂門 望出去就看回家會 景觀相信OK 如果你是一個賣家 價錢一樣 這兩間你會減哪間